千里西江 孕育了灿烂的传统文化 时至今日 在西江上下游 某一个村寨 某一座大山 古老的街道 繁华的都市 你是否还能发现 那些穿越时空长河 古老文化留下的脚印 白石山 相对高度五百米 白石山的丹霞地貌 造就了品质较好的中草药 一百五十米高的山体裂缝 是上山的第一道门槛 只能徒手攀爬 白石山最后一代采药人 陈刘蓉 正在查看两个月前 一直在石壁上的石壶 让他失望的是 没有成活记住 石壶被世人认为是 有神奇功效的名贵中草药 从清代起 攀爬绝壁 采摘草药 是村民世世代代 赖以生存的绝技 在农科院技术园的帮助下 陈刘蓉把白石山特有的 软角铁皮石壶 驯化繁殖 加上从外地收集 已经培育了七十多个品种 野生石壶经过多年采摘 已经越来越少 陈刘蓉想把从山上采的石壶 种回山上去 半年以来的实验 都失败了 老父亲告诉陈刘蓉 也许种的地方太低 如果种在连山羊都爬不到的 独秀峰绝壁 那么成活率就很高 攀爬绝壁 需要动用祖传的爬山秘密武器 木鸭 七十多岁老父亲早已收山 三个儿子当中 只有最小的陈刘蓉 接过了老父亲的木鸭 临行前的安全检查 全家出动 二百米的麻省 只要有一厘米的破损 就会酿成大祸 父亲还有一个白石山秘诀 叶明沙 白石山一百多米高的蝙蝠洞里 驻扎着中国最大的蝙蝠群 属邹唇全吻服务种 白石山是该种群目前全球一支 纬度最高的夏季栖息地 每年四月到来 入秋千席 它们以飞蛾为主食 每年可以生产上万公斤的蝙蝠糞 中药叶明沙就是蝙蝠糞 含氮量很高 使种植石湖的上好有机费 临行 父亲把儿子送到门外 儿子要去的那个独秀风 他一辈子只去过一次 他一辈子 独秀风 几乎九十度地垂直山堤 陈刘荣必须要爬到山顶 固定绳索 才能开始在绝壁上终枝 随便把手 好 注意人家绳啊 从现在开始 生命安全就维系在这根绳索和木鸭上 不再有其他的保护 同时 独秀风 关键时刻 绳索和木牙都经受住了考验 跳跃式下降是陈流融的拿手绝火 速度快 还可以节约体力 白石山土制塑像器 毫不逊色于现代的攀爬装备 青苔的粘性 蝙蝠粪的肥粒 两者混合在一起 就可以发挥奇妙的作用 石虎就能在绝壁上 顽强地生存下来 我们村里的竹竹被财药人 把这个石壁上面的石骨 插到差不多编淋秘诀的时候 我把我手头的品种 弄到我们本身上去 让我们上一代 五次要的石骨插 我们下期见 这个石骨插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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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灯初上 美食之香 时刻开始闻香出动 行政总厨卢伟雄 正在制作精美的鱼生 吃鱼生最讲究配料和刀工 花生油是必须的调味品 当生鱼片遇到姜 葱 洋葱 柠檬叶等配菜 味蕾口感变得立体而丰富 鱼生是顺德的传统美食 也是西江流域美味可口的粤菜代表之一 西江人吃鱼生的传统 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代 船上人家打鱼 行走于江河之间 不宜生火做菜 把鱼切成薄片 简简单单的配料 就变成传家人的一顿美味的饭菜 如今在西江流域的许多地方 吃鱼生已经演变成了一种习俗 而鱼生的做法也花样百出 卢伟雄出生于厨师世家 二十三岁入行 已有三十年的从业经历 卢家生是刚收的做鱼生学徒 老总约定三个月后 需要经过严格的考核才能够上岗 实在广州处处奉承 顺德出师 没有一手看家绝招 又怎能在美食之乡行走江湖 卢伟雄给徒弟安排的第一课 就是去看鱼生的来源 西江是珠江的主看流 西江水流到入海口 已经变成了二点五度 半咸半淡的水 这里的水细菌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总刻意请来了普通时刻和专业评委 预备 关键 卢伽生也为自己增加了难度 一条预备分为两段 每切一段必须在四十五秒以内才算达标 三十三五六 一条三十五秒以内也以为赞 Leader 今天通过校园成绩不错 陆家生通过了考核 西江上的美食之乡 又一个新的食神正在诞生 佛山 南施的发源地 武术家黄飞鸿的故乡 他善于武士 人称广州狮王 南施动作以南拳马步为主 主要演绎狮子出动 上山惨青的故事 在西江流域 特别是梁广粤语盛行的地方 武士是千百年来 逢年过节的传统节目 在佛山几乎每一条村 每个街道都有自己的省师队 叶仲明教练带领的 南海黄飞鸿中联龙师队 是一支职业武士队 一年一度的狮王争霸赛 即将在一个月之后举行 加油 今天叶教练将进行一次内部选拔赛 快拔 高手之间的较量 毫厘之差 胜负一分 观众看得眼花缭乱 难分高低 唯有叶教练 心中明察秋毫 比赛结果 何灿天和黄启奥获得了参赛资格 两人开始备战 师王争霸赛 叶仲明的师父是黄铁天 黄飞鸿第五代传人之一 今天他特意来给两人开小骚 除了动作之外 男士最难的就是狮子的表情了 闸眼 喜须 斗毛 天生 狮子的内心活灵活现 要懂得去怎么表达 表达这个狮子要做什么 就让它去观看一些猫狗 何灿天和黄启奥开始进入最后的封闭训练 男士融入了武术 杂技 是在最高三米 最大的跨度三米的二十一根高桩上 演绎狮子采青的故事 全靠石头狮尾的精湛功底和绝妙配合 动作 表情 古典节奏 都要配合得天衣舞缝 一百五十斤的狮尾 要脱举九十多斤的狮头 在桩上跳跃 难度非常大 壁虎跳跃甩头 难度最大的动作 去年的诗王争霸赛上 两人第一次合作参赛 由于配合失误 摔下装来 何灿天落下了腰伤 团队连年夺冠的历史 止步于自己手里 两人一直都很内疚 他们特别想赢 这动作是有点变形 很久没有回家了 何灿天特意买了一只伤纹回家 是吗 是吗 哪里的 哪里的 我们能过节奏 在人家刚刚西星星下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去表演 所以陪伴家人的时间很小 好 在我们这边 有这样的 很多文化的比喻 很多老板 小时候 他已经在这 混同武士的氛围长大 然后他长大以后 自己有了自己的企业 有开张 有什么庆典 都没有忘记 武士这个时期 所以我们的省事 才有了发展下去 的发展 赛前一天的场地适应训练 何灿天感觉非常吃力 直冒冷汗 腰伤再次发作 回到宾馆 何灿天又发烧了 叶教练只好决定放弃比赛 第二天 大赛如期进行 来自世界各地的 十六支精英师队 各显身手 何灿天再次出现在赛场上 昨天晚上 何灿天最终说服教练 连日的苦练 终于等到了比赛的时刻 何灿天不想放弃 两人的配合天衣无缝 尤其是最难的 壁虎跳跃甩头 完成得干脆利落 何灿天和黄晓 终于如愿一场 战获冠军 杠殿天 早上 战获冠 战获冠 隆击 岳城岭大山脉 西江上游高地 红瑶姑娘潘永燕和妈妈一起收割稻谷 对于潘永燕来说 稻谷除了用来做饭 还有一个更大的用途 潘永燕的头发长1.6米 在黄洛瑶寨 像她一样留长发的妇女有三百多人 保养这么长的绣发并不容易 当地人认为奥秘就在这个坛子里装的洗发水 制作洗发水需要用刚刚收割的铜和米 古老的十年脱骨方式 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骨壳中所含有的维生素B 潘永燕74岁的外婆依然一头黑发 她深信这是因为自己常年用桃米水洗头发的缘故 所以要把这种洗发水的做法传承给潘永燕 桃米水富含维生素B 柚子皮含有大量维生素C和柚皮带 茶肤含有茶造素加上神秘的中草药 这就是红瑶洗发的秘方 煮好的洗发水还要放在火炉边 发酵一个星期才能真正发挥它的功效 感谢观看 西米水经过一周的发酵 形成了弱酸性米醋 妈妈决定用传统的瑶族药浴 给女儿调养皮肤和头发 潘永燕期待着早点成家 但妈妈又有很多的心思 我的女儿原来接着这个男朋友 我希望对我没在乎 我当父母原样也没得操心 这样我看不清我这个女儿 我理想的婚礼就是在我们姚家 举办一次很有民族特色的婚礼 可以坐上大花椒 然后抬进家门 跟新郎官一起给父母倒茶 洪姚女儿的情思 水解风情 洪姚女儿的情思 我们一起出现 吃 Umm 感谢观看